嗯 你的甜品 我吃了 如果按此趋势發展 N1可能會陷入資金斷流的危險 喂 爸 媽 起這麼早 早 晓鸥啊 這一早上怎麼沒見你們 她那個在廚房準備早餐呢 她不知道你們二位喜歡吃什麼 所以說想準備得豐盛一點 這孩子還挺有心的啊 晓鸥啊 我們特別簡單 你就讓她不要麻煩了 是 是 隨便弄幾樣就行了 晓鸥 我呢 跟你媽商量好了 我們準備回西山那套房子去住 你現在有女朋友在這兒 我們住這兒不方便 爸 不是 他過幾天就走了 真怪事兒了 算了 算了 不管怎麼說 得給你們年輕人空間吧 你哥在的時候就老說我 管你們管得太多 代替你們的也太多了 其實啊 也是你爸和我商量的 回西山之前 去她墓園看看小玉 要不然不放心 是啊 曉鸥 有時間 你就跟我們一塊去吧 好 餵 楊總 我剛接到股東會的消息 恭喜 新項目的分紅 可別忘了我那份啊 你要不去試一下 和你不會有什麼東西 開放 這次項目如果是她主抓的話 早就完蛋了 這不還在日志島 跟她的女明星小交集 恩愛呢 这么晚啊 你爸妈不是跟你一起吗 他们人呢 女生呢 完了 那我猜错多了 今天吃点菜吧 别老吃蛋肠饭了 你吃不腻我都要做腻了 我们去打球吧 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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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不受气了吧 你打完球 发完脾气 是不是好一点了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恩义的未来呀 你哥出车货的线索找到了吗 我觉得你不能太焦虑了 人死 不能复生 你有没有试着想过 要挑起恩义的大梁啊 挑起恩义的大梁 我可没重大的兴趣 其实你哥 他并不想看到你这样 他最害怕的 就是你在他去世的这件事上无法自拔 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 都花在怀念他上了 然后看着你们努力打造的恩义 一点点垮掉 恩义不会垮掉 是 他是不会垮掉 那么大一个公司 可是日子久了 总裁长期缺席 那 你能保证他未来 也会像现在这样平稳运行吗 继续打发 你一定可以打赢我 我觉得要不然就算了吧 为什么算了 研发资金已经申请下来了 爸顶多就是唠叨几句 我怕我们公司研发不出新产品 浪费了很多精力 浪费了很多金钱 其实爸有时候说得也有道理 这样下去会骂得更惨 晓鸥 你听说过北极燕鸥吗 北极燕鸥 北极燕鸥 是世界上最能飞的鸟 这种鸟 喜欢生活在白天里 所以每当北极黑夜来临的时候 它都会启程飞往南极 即使横跨整个地球 也在错不惜 我很喜欢这种鸟 因为它目标明确 无论飞得再远 它总会朝着自己目标的方向飞 即使再苦再累 它从来没有走错过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到不了的路 我认为 所有目标 只要能够坚持到底 只要方向明确 都会到达终点的 恩义的手机概念 是我们共同讨论出来的 它是我们的梦想 所以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能陪哥哥坚持到底吗 哥 我一定可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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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宇 你还好吗 我想你了 宫宇 你还好吗 站住 回来 大早上的你不去做饭 鬼鬼祟祟要干什么去 昨晚打篮球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 怎么现在脾气又这么丑啊 你自己随便吃点吧 我去找小丸子 她说给我找了个新的工作 拜拜 不可以 你先去把饭做了 再去干自己的事情 这是哪蛮做规矩啊 我又不是你专职厨娘 规矩是用来遵守的 不是用来质疑的 规矩是用来遵守的 不需要你来质疑 秦子姐 听说跟我弟弟谈恋爱了 很荣幸 你好 我是胡秦子 看她从小长到大 第一次听说她谈恋爱了 你可以叫我秦子 我可以叫你 施晓念 晓念你好 你好 她就这臭脾气 你别理她 好 这个眼神看我 不准没什么好事 是好事啊 怎么没好事啊 你那小女朋友还蛮不错的嘛 那不是我女朋友 她顶多算个挡箭牌 挡箭牌啊 挡箭牌还会说话 还会给你做饭的呀 你就别逗我了 怎么聊聊工作吧 以前呢还知道叫生姐 现在直呼其名不说 连个笑脸都没有 好了好了 笑得更难看 说正事吧 你这次这么着急 把我叫回来 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啊 秦子姐 你对恩益高层的人际状况 了解多少 这你就问对人了 身为公寓的前行政秘书 若是论起对恩益 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说句题外话 现在外界对于恩益总裁位置 是悬而未决 议论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我是想 如果由我来出人恩益的总裁 你觉得可行吗 可不可行呢 要从两方面说 首先是外部条件 你现在和陈百在公司呢 都是副总裁 持股相当 虽然你是公寓的包地 但是陈百的势力也不容小觑 你只有在股份上占有绝对优势 同时呢 还要赢得高层和股干的支持 才能稳坐总裁的位置 这只是其一 那另一个呢 第二点嘛 就是要看你 到底愿不愿意出任这个总裁 总裁和副总裁 虽然只差一个字 但是总裁的使命会更加艰举 公寓在位期间 是我陪他走过来的 他经历过什么 只有我清楚 所以晓鸥 我劝你 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意志力 我不希望你贸然行事 你说得有道理 但是我总感觉 我哥想让我接过他的重担 是 公寓想要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 谁都不知道 但是晓鸥 你总该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好啦 我现在也不是你的员工了 这次呢 只是被你请回来帮忙而已 在国外 闷死我了 好山好水好无聊 现在我要出去逛逛 你先不要打扰我 等我痛快水平够了 再来找我 是 手术那天我没去 可是手术前一天我跟你说的 我说我一定会等到手术之后 你看到我 够了 石小姐 进来 帮忙 快点 您的行李已经全部帮你放在车上了 好 对 赶远 好 这看着好好吃啊 人家做得怎么这么好啊 你生意能不能小一点啊 我吃不定 你不会自己戴耳机啊 这么好吃 你看你看 这么多好好吃啊 我喜欢芒果味的 你选一个 你喜欢哪个味的 你干吗这么看着我呀 你干吗这么看着我呀 芈生 以后我的家里 不允许出现这些乱七八糟的食物 好 芈生 你说有谁不爱吃甜品吗 芈生 市售甜品里色素香精 添加剂太多不适合我吃 不过我倒是可以尝一尝 手工的甜品 这个人嘛 闲着也是闲着 整天做蛋炒饭也太没什么挑战了 他 画漫画水平一般 不知道做甜品他行不行 芈生 你跟这个人说 他做总裁很一般 毒舌起来倒是很有天赋 一流的 我这就去买 石小姐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呢 不用了 我倒是真想看看 他有什么能来 能让我吃到好吃的手工甜品 我这就去买 芈生 送我一下 好呀 芈生 哎 跟我去厨房 看一下上一个的材料 好 好 我腿长走过去 不就是找个超市呢 哪有那么难呢 自己找 好 请回电话给我 这么多电话 我有一些以前的事情想不通 想问你几个问题 我在那家日聊点等你 喂 我刚才一直在忙 所以没看手机 好 那 到时候见 从小到大 每件事情都向着石小念 到底谁再是你亲生的 小迪啊 你听妈说 我不想听 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女儿 你就应该为我考虑一下 小迪 小迪 你听妈说呀 小迪 小迪 你千万不要怪小迪 你们俩毕竟是亲姐妹 妈妈真的不希望看到你们俩 相互敌视 如果你要怪 就怪我 还有你爸爸 这些年的事情你也知道 虽然出国治疗这么多年没有见到 但小迪一直是我心底 坚持下去的力量 无法被任何人取代的 去吧 把事情说清楚 我答应你 从今天开始不买甜点了 开始学着做甜点 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今晚做男朋友 什么 我说 我真诚地祈求你 今晚 做男朋友 好 好 人 你来了 你找我 想问什么 不急 先点点东西吧 我们边吃边聊 我不饿 喝杯水就行了 晚上还是要吃点的 我记得你说 你喜欢吃烤鸡皮 他已经不喜欢吃鸡皮了 谢谢你 老板 要一份 三文鱼刺身 三文鱼刺身 再要一份 鸡蛋布丁 鸡蛋布丁 好 小念最近在调理身体 所以只能吃点清淡 龚先生 我今天约小念来 是有一点私事要我跟他谈 能不能请你回避一下 龚欧不是外人 况且是我叫他来的 他现在回去不合适吧 是我冒昧 请问你们两个究竟是 他是我男朋友 那好 其实这次叫你出来 我是想问一下 有关我以前的事情 还要问 是我失明的时候的事 过去太久了 很多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 尤其是最近 往事忘得厉害 所以想听你说说 你上次已经问过我了 你忘了吗 沐先生 你问我你第一次做手术 穿的什么衣服 吃的什么 而我的回答 也没能令你满意 上次的事 是我太冲动了 应该好好听你解释才对 所以 今天你能不能 再跟我讲一些 你知道的 只要是你知道的 你想想什么 都可以 好 上次说 我和师弟都喜欢吃烤鸡皮 其实不是的 一直喜欢吃烤鸡皮的人 是我 不是他 我从小就喜欢吃烤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师弟都不感兴趣 我拉着他吃他都不敢吃 他是因为跟你来了这个店 看你喜欢吃 所以才慢慢习惯他 我还经常笑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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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这些 我都不太记得了 你记不记得 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你们基本每一天 都会在一起玩 这些 我记得 他会读书给你听 一直读到嗓子哑 会拉着你的手去爬山 看日出 我记得 这些 是小迪跟你讲的 是我偷看了他的日记 我其实 一直都很嫉妒他 为了了解你 了解你们过去的事 所以 我也偷看了他的日记 也出于私心 曾经利用这些了解 误导了你 和你的家人 也正因为这样 所以你对我也有误会 其实到现在 我都很激动他 青梅竹马 终成眷属 师弟真的很幸福 不过现在不会了 你们既然已经订婚了 你们既然已经订婚了 我也已经有了男朋友 我会坠上承诺 划清界限 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们身边 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们身边 师弟真的很爱你 你要好好珍惜的 我们从今以后一别两款 也就是我妹夫 好 话已经说到这儿了 我和公公就先走了 祝你幸福 等一下 我记得你说你画过一本漫画 可以给我看看吗 不可以 晓妮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他不想跟你们再有任何联系 我也希望你们今后 不要再纠缠我女朋友 我知道 所以刚才他说的 你都知道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他的一切 好的不好的我都知道 但这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 我只在乎我自己感受到的 走 女生 把车开过来 我不 我要回去了 站住 你跟我闹什么脾气啊 你哭什么 我没哭 你说 我这样是对他好 对我家里人好 对吗 你刚刚错失了一个翻盘的好机会 你这个猪脑子 我在你眼里怎么都是猪 做什么都是错的 反正都是些垃圾 趁早跟他们划清界限 照现在看来 以后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低风险高收入 别哭了 这个人对待感情 都用商业来衡量啊 真是没救 至少能分析出利弊吧 有收益 就没什么好难过的 你懂什么 像你这种人想得到一切 都那么容易 你哪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心情啊 对 我现在想让你别哭了 能不能不哭了 烦死了 那你就别看嘛 小老板 不能这样 你得哄人家 你哄哄他 不是 我刚刚在里面做得还不够嘛 他 他又哭了 莫名其妙 女孩子嘛 你就得哄哄人家 我怎么哄 我也没哄哄 喂 别哭了 你别管我 你走开 大半夜的 再把狼给招来 不太好 喂 喂 喂 小老板 人家别哭了 别哭了 别哭了 帮帮忙啊 抱一下嘛 我 别哭了 别说了 没事吧 没事吧 你赶紧过来看看 你还一直说 晓鸥的女朋友是假的 是欺骗我们的 你看看密生 刚刚发来的照片 你看看 怎么样 没想到啊 我这儿子还有这本事 那可不 比你强 我儿子这么帅 还这么聪明 肯定得到很多女孩子的欢心啊 不过这么多女孩子 她都不动心 肯定有她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她要么就是不喜欢 她一喜欢哪儿 一定很专一 哎呀 我看晓鸥现在也是不究上进啊 你知道外边都说她什么吗 什么 说她是服不起的阿董 还说 她只能在晓鸥的庇护下生存 离开晓鸥 她就是个废物 谁这么说呀 这晓鸥在恩义也有很多的付出 怎么会有这样的流言呢 不过也不能怪我们的儿子 她跟晓鸥不一样 她不擅长人际关系 现在晓鸥不在了 强倒重人推 有人恶意重伤她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不管怎么样 你打心底里 就不能对孩子有那么多的不满 没错 晓鸥是很优秀 但晓鸥也有她自己的强项 有她的特长啊 好了好了 我说的两句也是想为她好 你用不着生气 我那前些日子 去拜望的几个朋友 听了听她们的意见 我想跟晓鸥好好谈谈 她总是这么游离在恩义之外 也不是个办法呀 那就马上给她打电话 不管多晚都让她回来一趟 你打吧 看看你 一说跟她说话 你就往后退 好 又是我来打 大迪 我来了 怎么今天这么晚啊 忙到现在啊 对啊 累不累 还好 谢谢 今天去哪儿了 见 见了一个朋友 我今天啊 做了好多好吃的豆腐回来 是吗 做了什么 牛排和意面 你现在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 以前可真不怎么样 赶紧吃饭去吧 嗯 好 走 你先坐 我去给你拿 好 好吃的来喽 谢谢 嗯 天初啊 你上次说收购风度影视之后 交给我打理 我在生意这方面也不太懂 想向姐姐请教一下 你看了方便的话 能不能在牧师部 一间办公室啊 没问题啊 我这两天就让他们装修出来 你随时可以开始集下业务 好了 今晚不了工作 你们吃饭吧 我好 只吃饭吧 快吃饭吧 快吃饭吧 今天这样吧 好好吃再试药 你朋友一起带回来吗 那个 他父母临时假有事 他今天来不了 哦 是这样啊 本来还想着上次 没有足够的时间跟他聊天 你这孩子 都交女朋友了 都不跟家里说一声 哎呀 怎么那么多话呢 我有正事要跟他说 好了 好了 就关心一下吧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也不想多管 好 你今天找我过来 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恩义的股权 你是怎么打算的 您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还用听吗 我就是坐在家里 都恨不得有人贴在我脸上 告诉我 我养了个没用的儿子 你哥在的时候 你们兄弟俩说要创业 我本来不同意 你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 不靠家里 你们也能干出一番事业 现在你哥走了 你们当年说过的话 发过的事 难道就不算数了 就等着让别人看笑话吗 小鱼 咱们家打业打 只要你们兄弟俩 守住这份家业 这辈子都不用愁 爸 我和弟弟 并不是没有目标的乱感 我们是有理想的 而且 我和小鸥 完全可以读到你念 你为什么 就不能支持支持我们呢 不管你怎么说 我是不会同意的 爸 最近外面关于我的留言 确实有很多 但是我不想去解释 不是因为我诺人 我是在等一个时机 什么时机 恩义公司是我哥的心血 这不假 但是恩义在同类型的企业当中 并不是很成熟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长期的信心和坚持 我哥去世之后 公司里表面上波澜不景 但是人心早就已经背离了 通过这件事 我也看清楚了 很多人的真面目 所以 我想不如就此机会 在公司的人事上 做一些调整和清理 为今后的发展 扫清一切障碍 你现在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吗 我已经召会了清子 在人事上 我需要他的帮助 那 公益的股权呢 在这件事情上 我需要父亲的支持 恩义的股权 是你哥哥多年的心血 是你哥哥多年的心血 我不能随便处理 这件事我还得好好考虑一下 公益 股权的问题早该肠癌落定了 没有 如果可以 今天大家 也不必再跑一趟了 各位干嘛这么着急呢 吴董 你是不是准备 这次股权变动之后 就把安逸吞了 不 吴董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我哪有那么大白智啊 不过说起来呢 我觉得变更后 其他股东的股权 会比我少那么一点点啊 需要说了算的话 我也不会推辞 不要这么看我吧 我们又不是敌人 我们这些股东 无非是想让恩义 发展得更好 所以对公司 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整 当然 我们肯定会在恩义 给你留一个位置的 毕竟你是科技天才嘛 发展新产品 还是都靠你的嘛 对 大家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这样不好吗 钱了吧 这样我们大家都放心 我一会儿飞纽约 司机在楼下等着我呢 связ 龚先生 这怎么办 抱歉 打扰你们开会了 我这次来 没什么大事 听说安逸的股权 有了变化 这设计到公寓和公欧 作为他们的父亲 我来旁听一下你们的会议 这不过分吧 怎么会呢 龚叔叔 您能来坐镇 是最好了 好 那就长话怎么说 公欧的股权 我和她母亲是第一级承认 我们在法律生效之后 今天已经公证过了 这部分股权 就送给公欧了 有意见吗 有意见吗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那儿吧 让你 Pamela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启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因为